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防员正努力将两人拯救出来 只见天色很昏暗 且下着大雨 消防员们需要打着灯作业 据了解 古佳琪从小热爱音乐 拥有一副好嗓子 为了实现当歌手的梦想 她先后参加了多个歌唱比赛 比如2013年她报名参加了《我要当歌手》 2015年参加了《好声音4》 只是比赛竞争太激烈 她没有拿到什么好名字 古佳琪没有轻易放弃音乐梦 这些年来她仅仅抓住每一个演出机会 希望能早日得到外界认可 渐渐地她开始收获到一些中式粉丝 去年她尝试转型当词曲创作人 她坦言压力很大但很兴奋 她说这是对自己很大的挑战 因为创作对她来说几乎是刚起步的技能 很多东西都要等她学习突破 她觉得自己离真正音乐人越来越近 能走到这里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谢谢那些欣赏以及给机会的贵人 她坦言自己虽然目前能力有限 但会尽最大的能力将有限变无限 4月份 谷佳琪的哥哥结婚 谷佳琪在婚礼上献唱歌曲 为哥哥嫂嫂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谁也没想到她会突然离世 谷佳琪家人随后发布了扑告 悲痛正式死讯 佳琪表示 佳琪没有真正离开大家 她只是去天上开演唱会而已 本月4日 佳琪为谷佳琪举办丧利 曝光的灵堂照中可以看到不止比较高雅 以白色调为主 灵堂中间带放了很多她生前的照片 还播放了她的歌曲 来抚慰前来悼念的亲友 9日 佳琪又为谷佳琪举办了追思会 让粉丝们可以送她最后一程 不管怎样 试者一意 期望谷佳琪一路走好 亲友们节哀顺变吧 接下来说 31岁男歌手车祸去世 现场惨烈 车辆严重变形 同行女性也遗憾身亡 近日据台媒报道 台湾知名男歌手谷佳琪因车祸意外去世 年仅31岁 令人惋惜不已 据悉 谷佳琪是在上个月19日发生车祸的 后来因为重伤不治 遗憾身亡 由于她的家人比较低调 所以一直没有公开死讯 最后家人为谷佳琪举办了追思会 并悲痛地发文证实了谷佳琪离开的消息 佳琪没有真正离开大家 她只是去天堂开演唱会了 谷佳琪的友人们也纷纷发文悼念 进入你灵堂的那一瞬间 眼泪就不争气地滑落下来 大家这才得知谷佳琪的死讯 歌迷们都感到特别惋惜 还有有人听到谷佳琪去世的消息被吓了一跳 因为谷佳琪生前曾和她约好的去聚会 一起参加演出 没想到现在再也无法实现 据谷佳琪的亲友透露 谷佳琪的追思会在她的家乡嘉义举行 曝光的画面中 谷佳琪的灵堂里摆满了白色的鲜花 桌子上还放着她生前的照片 参加追思会的友人们都一身黑意 表情沉重 据了解 谷佳琪已经出道数年 既能做词作曲 也会弹吉他唱歌 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 2015年 她曾到内地参加中国好声音节目 并成功进入台湾上25强 后来她还开过个人演唱会 获得了不少粉丝的喜爱 事实上 4月9日 谷佳琪刚刚参加了哥哥的婚礼 当时还开心地和好友打招呼聚会 没想到一个月后 她却意外身亡 此前台媒曾曝光过谷佳琪车祸现场的照片 以及一些车祸细节 报道中透露 谷佳琪是在5月19日凌晨2点钟左右发生车祸的 当时天上下着大雨 还不断地打雷闪电 地面非常湿滑 谷佳琪驾驶的车辆便已雨势过大 瞬间失控滑到了外车道 也因此导致后方的大火车躲避不及 撞到了谷佳琪驾驶的小轿车 从曝光的照片中能够看出 线条非常惨烈 谷佳琪的小轿车因为挤压严重变性 除了谷佳琪外 坐在副驾驶的一名女性最终也不致身亡 谷佳琪的理事让人遗憾不已 毕竟她的人生才开始不久 不管怎么样 希望她和同行的女性都能一路走好 接下来说 歌手谷佳琪车祸去世 年仅31岁 女友做副驾驶双双遇难 现场照曝光 去台媒6月9日报道 台湾歌手谷佳琪因车祸去世 年仅31岁 谷佳琪在5月19日因为车祸去世 家属一直保持低调 没有公开死讯 直到近日有大量友人发文悼念 才揭开她的死讯令人痛惜 据悉 谷佳琪出生于中国台湾嘉义 成年后加入吉他社 擅长编曲作词 创作音乐 有着极高的天赋 在当地小有名气 2015年参加大陆节目 中国好声音第四季 是台湾省的25强 打响名声后举办了多场演出 年轻有为却英年早逝 让人鸽蜓叹息 谷佳琪去世之后 家属为她低调举办追思会 地点位于嘉义水上香 从5月27日至6月4日 一连九天都有友人到场拜祭 送她最后一程 有人公开灵堂现场 中央的白布桌上 放满谷佳琪的写真照片 墙地上也有谷佳琪的成长片段 四周布满大量鲜花 在花海的簇拥下 送别这个爱唱歌的男孩 谷佳琪的同学 曾在5月25日发布布告 透露她是在19日凌晨 车祸时身亡 而她在4月9日 才出席同学哥哥的婚礼 才说好久不见 虽然家属没有公开车祸细节 不过根据台媒5月19日报道 桃园地区发生一起车祸 时间是19日凌晨2时 当时因为下雨打滑 一辆轿车遭后方大货车追位 车体严重变形 车内驾驶员 其副驾驶员双双不治身亡 5月20日当天 有好友转发新闻 透露男性死者是谷佳琪 现场有多名救生员将伤者抬出 当时谷佳琪陷入昏迷 送医后不治身亡 谷佳琪去年从网络歌手转转词曲创作人 曾表示自己压力颇大 却也很兴奋 有时慌到落泪 虽然创造歌曲是刚刚起步 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 但可以感觉到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人越来越近了 感谢那些欣赏他 给予他机会的贵人 通过谷佳琪的社交平台发文 以及友人的留言 发现他是一个阳光温柔很善良的大男孩 愿一路走好 在天堂继续唱歌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